顶级鱼子酱每公斤价格只比35000美金 但仍然收获了遍布全球的真爱粉 还不上进入话题 为什么走红的是鱼子酱 严格来讲 寿司上的点点红不是鱼子酱 只有鱼鱼卵才是鱼子酱 而作为鱼鱼大户 西方人记忆里的鱼鱼 很长时间和白菜一个家 19世纪的美国理发店和酒吧里 鱼子酱是直接拿来招待客人的 欧洲渔民也没好到哪里去 拿鱼子酱喂猪 喂剩下的直接倒在沙滩上 直到后来人类尝到了鱼子酱的好 开始享受这份大自然的馈赠 这时候虽然大家知道鱼子酱是个稀罕物 毕竟野生鱼鱼全世界只有27种 但说起来鱼子酱单产量还是很可观的 曾经有一头2280斤的鱼鱼 一次产出了800斤的鱼子酱 那么现在的鱼子酱怎么就贵得那么离谱呢 一条雌性鱼鱼要经过8到20年才能够性成熟 百万颗卵子里只有一颗能够受尽 更别提水污染和人工大坝干扰 鱼鱼不是被毒死 就是被大坝拦住 没法去上游交配 到2010年 27种野生鱼鱼里有18种已经病危 一方面是越来越多张嗷嗷待不的嘴 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少的鱼子酱产量 还有一方面 截至2011年 野生鱼鱼成为全世界保护动物 三位一体天然鱼子酱当然会被尽 然而吃货与商机并存 捕猎野生鱼鱼为违法行为 人类就开始家养 到今天全世界已经建起了 大大小小2000多座鱼鱼养殖场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 再一次拯救了全世界的味蕾 贡献了35%的总产量 争议比较大的是取鱼子酱的手法 一种是直接抛开雌性鱼鱼的肚子 另一种是等雌性鱼鱼快要排卵时 抓起来人工挤出再放灰 虽然后者看起来不那么残忍一些 但是现在的主流还是宰杀 不管怎样野生鱼鱼可以稍微送一口气了 小伙们同一样东西 一个不那么残忍但稍贵 一个便宜但有点血腥 你会选择哪种方式得到呢 欢迎留言评论 八字算命书 亚称八字命令 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令20余年的道长 擅长八字算命 居家风水布局 灵福法事 道长微信 2088-298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